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遠殿堂 翔哥 你以前有兼過差嗎 當然有啊 因為那時候我就買車嘛 不好意思 你講點能播的好嗎 這是很正當的 就買車要還車代 對 所以說晚上就是去兼差開車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Uber這個東西 對啊 對 那我就去兼差就是每天就載 不同的小姐到不同的飯店 找不同的客人 這可以說嗎 你看看你 就是你 每次都這樣胡說八道 人家一代已經入圍 我們還在幹嘛 就都是你 都是我 你 你要不要看看第一排的嘴臉 評審會喜歡嗎 第二個已經受到懲罰了 什麼樣的懲罰 這樣你不要用臉去追蜜蜂 你幹嘛 過敏啦 過敏啦 我以為你昨天痛哭耶 我以為你宿醉 對啊 會喝到假酒也會有這樣的反應 對啊 對不對 而且你這樣真的還滿像一個女藝人 好不好說 不要再說誰 你想看看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主題 就是你 每天在這裡胡說八道 我胡說八道 評審看到二分之一牆的袋子 就丟到垃圾桶 是這樣 那不是每天你在當馬步 當車夫 再不同的小姐 就找不同的男人 這是什麼意思 我是在按摩的師傅 他不方便 然後我載他去 是這樣子好不好 所以我真的有 正面了吧 評審正面了吧 所以真的有煎過正當的菜對不對 正當菜很多啦 那比如說去餐廳打工啊 去MTV裡面啊 當服務生都有 有MTV這一段我們有聽過 就是這一段 讓我們跟金鐘講無緣 很精采 MTV真的很精采 所以今天我們要看看 古今中外 大家都有兼差打工的經驗嘛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的外國朋友們 他們有什麼樣奇特的 兼差經驗 我們也請到了 想多賺錢就聽他的 聰明兼差輕鬆賺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兩位 但對面呢 今天就是來兼差 而且通告費很貴喔 我們的各國聯合國代表 對啊 是啊 你也想替自己增加收入嗎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要來分享 各國有哪些 五花八門的超特殊兼差工作 不僅薪水高得嚇人 工作內容也超有趣 你以為我們各國兼差 真的五花八門大不同啊 是 沒有想到 聽他們講喔 接下來要講一些 兼差的故事 真的沒有想到 原來有這種特別的兼差 這樣也可以 對啊 我跟你講喔 你有沒有冰敷啊 已經冰敷很久了 OK耶 超重的好不好 夢多那你昨天到底是喝多少啊 對 大概流添細細的 PG 沒有 不是 真的過敏 你現在看我們兩個 是不是覺得很寬 有 眼鏡 昨天起來的時候 眼鏡真的打不開 好醜 對啊 我跟你講喔 日本的是比較特別的 屍體 台灣有嗎 這個也太恐怖了吧 台灣沒有嗎 有啊 就是 李醫師 李醫師 對 但是就是我們 這個是我小時候啦 從高中就開始 是 應該是 我記得是 大學 大學的時候就是 我們要不要就是打空 我說什麼打空 而且賺得很快 他說 洗濕體 我說蛤 洗濕體 那怎麼洗 就是因為這個是醫療大學有沒有 國立醫療大學就是有可能是那個 生病的 就是已經過世的人的身體洗完的時候 那個浩瑪麥裡面 就是那個 浩瑪麗 對 裡面就是那個 泡過會腫腫的 像你這樣 腫腫的 腫腫的 對 是 所以現在 染到水腫有沒有 小腫有沒有 是 就按摩一下 然後洗得很乾淨 就是這個工作 然後我氣的那個時候 所以你真的有去洗 排不到 排不到 很多人想要搶這個工作 是很高 而且他們的醫療學校的人 是很高薪嗎 很高 我記得一天洗一洗 大概如果五個小時的話 就是拿三萬塊日幣 就是大概七八千 還排不到喔 排不到 後面 很搶手的一個工作啦 其實有這個工作 但是很多人排不到 巴西 我告訴你喔 巴西也是有一個 滿特別的一個工作 賣棺材 蛤 蛤 這個巴西人 現在有很多人 我開 考這個賺很多錢 我巴西那邊是有一個朋友 你知道他的想法是怎麼樣嗎 他就是很聰明的那一種 他就每一天都在 那個醫院的外面 他就在那邊等著誰離開 離開的時候有在哭嘛 有在哭的時候他就來 他說 小姐 小姐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你是不是由人死掉的那種 他只能有這樣 真的啦 太不及力了吧 我告訴你是真的 他直接會去那邊問他 是不是又發現 他有什麼事情可以幫忙 這樣子 那因為基本上就是由人 從那個醫院離開的話 是不是有... 可能由父母死掉嘛 或者是有什麼比較重... 不一定啊 比較重要的狀況 他可能在醫院裡面 對啊 或是在醫院吹洋風 或是在醫院吹洋風 對啊 沒有啦 醫院不會... 這種問題嘛 他覺得如果在這樣的一個 醫療機構裡面問這個事情 八九不離死應該就是這位 可是如果我在醫院門口出來 碰到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會不會覺得很悲哩 對 反正發現就是 我朋友就是這樣子做 後來他又開始抓很多困難嘛 因為剛好就是又死掉 有父母可能又死掉了嘛 那他們要開始 阻力這些事情 那剛好他又來說 你需要什麼幫忙 我這邊都可以幫你服務 然後他們這邊可以開始幫他們做一個規劃嘛 對不對 其實台灣也是有啊 就是他們就是車禍現場 或者是一些事故現場 他們也是一些殯葬業的 而且他們真的不會不好意思 他們不會不好意思 那真的很高興嗎 很高興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朋友做了一半 就買一台冰箱 真的假的 他現在是開冰箱 我沒有開玩笑 這個不是他專門的工作 他是兼職的工作 那就開始打這個 是買的還是把他窗戶撬開開 真的嗎 買的 應該是買的 對 意大利的我們的兼職都是比較樂觀的東西 但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這個蠻流行的其實 這個也太樂 這個也太樂 配種 對 怎麼配 好酷喔 這個其實 你自己 這個日本也有啊 這個每個國家都有 這個每個也 美國一定也有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義大利很會吃馬肉 然後我們義大利也很重視賽馬 所以義大利需要很多很多馬 那就是馬都是養的現在 所以他們就是為了讓他有很多很多生產 要幫他們交配 可是其實這個不要小看這個工作 他就是你只要 體力好就可以做 可是你體力 為什麼體力好 為什麼要你體力好 幫馬配種你體力好幹嘛 自己自身幫馬配種嗎 沒有 不 因為其實是這樣 那個公的馬 公的馬他就是一定想要 可是那個母的馬不一定想要 所以 所以你要去說服母的馬 要去說服母的 你剛剛勾腿 我跟你講啦 忍一下就過了嘛 對 我等一下把你把燈關暗一點 心理學科的都去哪裡 喝醉一點都過了 沒有啦 而且是比較難 譬如說 獨立你可以幫我 我外頭的是馬 沒有 母的 來 你做母的 飛杖妮你可以幫我一下嗎 對啊 比較像 那兩坡撲到人嚇死了 怎麼幫忙呢 你很會 很危險喔 你看 但是已經是一個 你看已經很難 就是他明明不想要 你看他都直接著下來了 所以你要怎麼說服母的 那你要怎麼 怎麼幫忙 那我就是你要 我在誰要喔 喂 喂 然後你要讓他那個母的 他不能動 喂 但是這樣子啦 但是那個母的 這個不要說金鐘講了 這一段沒有被告 算你幸運 你知道嗎 但是那個母的 他有時候會亂 有時候那個母的會亂踢 因為他不想要 他被亂踢 那就很危險 所以你要體力好 你要快 然後你不能年紀太大 然後有時候公的 他自己如果他看那個母的不要 他可能會不高興 他也會開始發瘋 所以其實一個小危險的工作 但是呢 我的弟弟 因為我弟弟是 他有一個朋友是做這個的 然後他跟我說 除了危險的部分 其實他在意大利算是很好賺的 你說一個早上可以賺四千塊台幣 一個早上是指多 就整個四五個鐘頭這樣嗎 對 可是你不會一直做 你就是在那裡待一個早上 可是你可能交配 可能兩三個 對 那如果他交配成功 你要幹嘛 在旁邊 要貨 你就你要一直 你要在撐住那個母的馬 然後中間的工的馬 那請問他怎麼 他今天跟你說OK呢 是他付錢給你呢 還是要跟你比 他有經紀人 他的經紀人說OK 他的經紀人會付錢給你 OK 所以一個早上 有可能可以交配到兩三匹 對 兩三匹 做完非常非常累 這個東西 譬如說那個什麼 賭馬 就是那個跑很快的 是 那一種的時候 就是一定有人是交配 就是因為那個 他的血統跟血統 不可能是讓那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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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不一樣 這種是先把那個馬打出來 然後打完 我沒有在開玩笑 而且真的有這種工作 麻煩我給你金鐘獎評審的電話 沒有 我說的是真的 我沒有參金鐘獎 你不要這樣 沒有 我講的是真的 先把他打出來 一定要把他打出來 收集他的金啊 然後就把那個東西塞進去 然後塞進去就噴 人工的人工 人工授金喔 對 這種大部分的那個 牛奶的那一種牛 還有這種賽馬的 還有這些比較高級的品 都是會這樣做 不然也就是一個 賽馬的一個 之前在日本很有名的一個馬 他去年是過世 但是他生的是十千多匹馬 就是贏的 不可能是每天打嘛 那就是這樣 而且就是他過世的原因 這樣好可憐喔 我這樣聽一下 我覺得南非的工作 真的好太多了 像是像 OK 南非也是就是大自然 很發達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酷的工作 照顧野生動物 照顧野生動物 這個真的 你要看是什麼樣的野生動物 滿危險的耶 照顧好 好啦 這確實是有危險的動物 但是我覺得這個機會 真的是很棒 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白天在 他專門在剪裁啦 他沒有正職 他白天在百貨公司上班 然後到了下午 下班時間五點 他就會去 約保最大的動物園 他的工作內容就是 可能要餵食一些野生動物 所以他會剁一匹羊 把它剁成四塊或六塊 然後就直接丟到獅子的群裡面 然後就可以看這個獅子就是 也沒有 不能算打獵 但是就是很野地在吃這個 那這個可能會是最危險的 那比較好的就是 像犀牛 牠也會 像犀牛現在在南非 其實就是一個 已經進入保育類狀態了 就是很多人去瘦牠的腳 那 就會有很多小流浪犀牛 就是牠的媽媽已經死掉了 但牠還小 那這種犀牛就會被動物園收養 那我朋友的工作呢 可能就是餵犀牛奶嘴啊 然後陪牠們玩這樣子 對 那個工作經驗真的很棒 我到現在就是很後悔 我當時在南非沒有去做這件工作 那牠的薪水怎麼算呢 牠的薪水就是 其實這個還是有分等級 你越厲害 當然可以做的工作就是越專業 那這時候你的薪水會很高 就是 一天可能就一兩萬 越危險的是不是 可以說危險啦 可是因為牠們都很專業 所以就算是有要餵獅子 對牠們來說就是 跟我去看獅子危險程度 應該差不多 一天一兩萬耶 一天零兩萬 但是能做到什麼時候 不確定 然後一天野生動物Kiko 一個禮拜就GG了 有今天沒明天 牠們真的很厲害 像我朋友他會說 現在呢獅子不要靠近 因為牠們現在就是 雖然說吃飽了 但是牠們還在那個 想要吃東西的一個態度上 所以這時候進去就危險 那牠就會看某一些舉動 好 現在進去獅子不會理你 OK 那牠就是很厲害 然後又可以很 真的近距離跟動物互動 好酷喔 這個工作我覺得真的很強 所以每天能不能回家吃晚飯 不知道 好酷 像我的同學 他是有之前有去澳洲 農場那邊打工的經驗 可是他去打工的時候 因為他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一開始做的都是很簡單 比如說掃一些牛 馬的大便 其實就是有餵一些飾料 那還滿簡單的啊 對 比較簡單 可是他上一兩個禮拜之後呢 突然牧場的老闆就跟他講說 今天你要去幫牛跟馬洗澡 他一聽傻眼 蛤 我不會耶 他的印象中就是 幫小動物洗澡那樣 就是拿刷子幫他刷刷 清理清理這樣子 是這樣子嗎 老闆 然後那個牧場的老闆就說 不是 你要幫他全部洗完之後呢 尤其是重點部位 一定要洗乾淨 他就傻眼了 重點部位 是哪裡呢 對 就是那個私密處 男生 女生的私密處 他心裡想說 蛤 那怎麼辦 我幫男生都沒有洗過 我要怎麼幫動物洗 而且是馬耶 對啊 喊馬跟牛又 很大隻這樣子 他人150公分 小小一隻喔 那天只有他一個人 一個人洗 他就非常非常緊張 洗啊洗啊 也不曉得怎麼弄弄弄 後來就不小心 就把動物都會 你把牠洗得不舒服的時候 牠就會亂動嘛 動的時候就 很痛耶 就非常非常 他那時候非常非常的 就是其實有一點受傷 然後就是整理完之後 就馬上去看醫生 後來他還知道說 那天一兩個禮拜 他就突然被叫去洗澡 是因為其他的員工 也發生同樣的事情 蛤 就是也依序的受傷 那已經沒有人了 所以老闆才叫他做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正常一點 代打電玩 哎呦 這個很好啊 這很好玩耶 這個 就是 聽說這個也蠻好賺的耶 對對對 因為我們泰國現在的 遊戲的事業行業 是很發達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玩遊戲嘛 但是有那些上班的啊 或是上課的人 沒有時間去打 就必須要找人代打 那這個兼職就越來越發達 很多人就想要去接 可能是一次四五個小時 就可以賺到一千塊這樣 一千塊泰銖很多 然後 泰銖現在跟台幣幾乎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泰銖已經強過台幣 強過了 你看看 對 然後現在可能你去打那個遊戲 然後你剛好賺到一些 比較好的珠寶 然後在遊戲裡面可以買一買 這樣子就會 很賺 打電動的 很愛打電動的 四五個小時 很少 對 很少 一下就過去了 一下就過了 一天至少八小時 對 對啊 對 可能是因為 馬來西亞跟泰國很靠近的關係 我們現在網路也越來越進步了 很多馬來西亞人都很喜歡 跟台灣人一樣 在Instagram上面 消磨時間啦 看廣告 所以我們有這個 職業 灌水沖人器 對 灌水沖人器 也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他的這個職業很酷 他早上的時候他在一個廣告公司上班 然後他的廣告公司可能有一些 後台數據之類的 所以他在自己晚上的時候呢 他就會私信很多不同的 譬如說藝人啦 品牌啦 公司啦 他就會問 你需不需要我們幫你在這個 這個Instagram上面 充你的人器 然後其實我覺得他的這個工作非常輕鬆 因為本來的那個網路的數據 的這個系統 他已經有了 所以他就收可能大概是五千塊左右 然後他可以幫你的人器 充個兩三萬 那很多耶 但是五千塊馬幣嗎 五千塊台幣 對 五千塊台幣 他就可以幫你充 然後在大概一個星期之後 然後你的那個人器就會 這樣子 就會上了大概兩三萬左右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會覺得這樣 就是Instagram 他在大概一個時候 突然間那個人器會降下來 因為他就是在處理一些 譬如說整理一些 幽靈的 對 帳號 所以可能你追蹤你的那些人 可能是沒有人在用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到最後還是會掉下來 所以我就 對啊 而且這個是那個 影響到其他的客戶 就是有些客戶 你的那個粉絲十萬個人 那我就是給你一個工作嘛 所以博文 結果幫你按這個人 只有一千多個 對 常常有出現這樣的 你說你現在做的業配 都是這樣 阿妹妹 偶爾失收法比喔 他有錢 現在的廠商很聰明喔 因為現在這一些 這個社群網站的平台 他都有一個後面數據 對 看比例啊 他在看你說實際上 你的僵屍分有多少 對 比如說 有在動的有多少 有在動的多少 有在回覆的有多少 以前可以灌水啊 現在就比較難了 現在 對啊 還是就是 但我覺得網路工作 那麼多這事情不要做啦 我沒有做過啦 對啊 要老實一點好不好 很老實 我記得要吃宿醉藥喔 還在講 但我有 現在網路太發達了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從南部上來 那他上來他在 他就是白天就是在 便利商店工作 然後就鮮修了 然後想要念書 只是他中間不知道要幹嘛 突然有一天呢 因為他長得還滿可愛的 然後我的朋友 他們就是在做直播 因為直播有很多公司嘛 然後公司就找到他 就私訊他說 你要不要加入某某平台的主播 然後他就說 可是我什麼都不會 他說沒有 你不用幹嘛 你只要把你的網路打開就好了 他說打開 那我要做什麼 他說隨便你啊 你想做什麼就幹嘛 都可以 他說好啊 那可以賺多少錢 他說就要看你 比如說 比如說看你的人 他送你什麼東西 然後這些東西我們再來拆賬 他就說喔好 所以我不用付成本嘛 他說不用 你只要打開你的網路就好 他說好 然後因為他在便利商店工作 所以他下班的時候 他是快進 就是差不多快12點 那快12點的時候 便利商店就會放一些 就是過期的麵包啊 或是一些便當 然後他們就可以拿回去吃這樣子 然後反正都要丟掉嘛 他就拿回去吃 他想說好吧 那不然就是我打開 這個網路打開我吃便當好了 他從那一刻開始就開始賺錢耶 就開始他在吃便當吃吃吃 然後就打開 然後再吃吃吃 然後就有人問他說你吃什麼 那因為他是做便利商店做很久 他就會跟他分析 其實這個便當其實是好吃的 那這個呢 為什麼會這樣這樣 然後就跟他講這個配菜 人就越來越多耶 然後他每天就是拿那個 快要過期的食品 然後跟麵包 飲料在那邊喝 然後跟大家分享聊心事 他這樣每天就可以賺好幾千塊耶 另類的打工耶 超另類 而且後來到最後 他就便利商店也就沒有做 他現在就專心做他的直播主 在美國 被關在那個監獄裡面的人 是全世界最多 所以現在要介紹了 這一份的建材就是 賺忘假事犯人 我姊姊也是 因為我姊姊也開自己的公司 但是他為了要賺另外一筆錢 是晚上的時候 就是變成他就是要去人家 可能是他們之前被關過嘛 是 要去他們晚上去他們家 看他們有沒有在家 可能晚上十點的時候 十點了耶 就是晚上十點之前要到家了 一定要晚上嗎 不能白天 不一定要看他們的工作 譬如說他們工作時間是 看他們有沒有跑掉就對了 早上八點到晚上五點 然後他就說 你七點前一定要到家了 然後看一下你們在你家 有沒有什麼不合法的人 或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但是這個工作是有一點危險 因為我姊姊是女生嘛 然後有可能是凌晨 兩點就是要跑去人家的家 看一下這個做壞事的人 有沒有到家或是幹嘛 好像電影情節裡面的感覺 好可怕的工作 可是他萬一沒有到家 或者是他到家 但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 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他半夜去怎麼辦 這個時候他一定要打電話給警察 可是他人已經在那了有沒有 所以他只是負責看他有沒有在家而已 沒有 不一定 就是看他在家 有可能要跟他說 不好意思 你現在用這個關子來尿尿在裡面 我要打這個東西 拿去哪裡幹嘛幹嘛 測試之類的 所以他什麼都 但是他之前也有碰過一個 像你講的這個危險的事情 因為他要去看的那個人 之前有常見一些女生 哇 但是已經出來 那他去他家的時候 那個人已經在玩毒品什麼的 然後感覺很危險很危險 那只好 趕快跑掉 然後打電話給警察 來跟他說 好恐怕 對啊 這份工作算是很危險 但是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在美國 這個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工作 因為是在政府 第一個 很穩定 有薪水 第二個就是有美國政府的那個健保 那這薪水應該滿高的吧 也沒有到很高 差不多六百到九百塊一個晚上 看你的產品 台幣 很... 那很低耶 我覺得好... 那你去幫忙腳配好太多啦 但是... 沒有什麼意思 腳配的比較好撞啊 對啊 腳配比較好撞耶 很有... 很撞啊 不要做這種東西 雖然很危險 但是這個已經算是很好的工作 一個... 一個小時六...到七百塊 因為算是OK的吧 可是危險啊 很危險啊 他這個危險性很高啊 那各國這個兼差呢 工作的問題很多啊 像剛剛杜力講的這種 真的太危險對不對 是 那他有一些什麼兼差 在哪一些地方一定要小心呢 日本有一個就是說那個... 很多日本有藥傷嘛 那就是說有些藥是... 還沒就是... 國家是冷定的藥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但是已經通過就是那個... 醫院協會啊 裡面的東西 但是還沒開始賣的東西 還沒有上市 對... 需要一些臨床的事業 對 沒錯 這是百老實 所以那你是幫誰吃的藥變成這樣 前幾天就是說 幫一個日本的長生 他想要買那個... 在台灣賣這個皮膚藥 然後我吃了變成... 好了 加油 我會加油 我跟你講 不是啦 但是這個情況喔 就是很特別就是... 而且他的薪水很高 我相信台灣也有啦 我去的是日本 就是我的朋友是... 他先住宜宴不用幹嘛 早上吃藥 中午吃藥 看個電視 就是運動 然後就是... 他們的吃飯都也滿好吃的 是三天大概... 最好是二十幾萬的日比 五六萬台比 哇... 那很多耶 然後有幾個是... 10天... 40萬...50萬都有 那你要想你是拿自己身體... 在做實驗 對啦... 所以... 就是那一隻白老鼠 對啊 所以就是我一個朋友 他都... 什麼都試試看喔 皮膚藥 然後... 還有是肝... 肝的 就是那個... 是肝... 就是肝變成... 就是銀化的那種的 肝銀... 對... 肝銀的東西 還有那個... 但是他每天要抽血 然後... 不是... 三天是抽血 然後從早上到晚上 是那個... 尿尿啊 到那邊都檢測 但是基本上... 每天就是吃飽飯 看個電視就沒事做 非常輕鬆 然後就是都自己可以... 看漫畫幹嘛幹嘛 可是他們一直要都留在醫院嗎 對 還是可以走出去 可以啊... 可以走出去 但是就是他們... 不能吃他們指定以外的東西 OK 表情魚 我之前在加拿大 當... 甲嬛學生的時候 有做一個打工 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就是... 就是我在那個... 一個很有錢的人的院子 把它清理那個院子 因為其實加拿大 每一個人的家有很多樹 然後... 秋天的時候 所有的葉子都會掉 但要把... 下雪之前 他一定要把所有的葉子 清理掉 那這個為什麼呢 不要問我 反正就是要把... 他現在是在自言自語嗎 對啊 反正就是要把它清理掉 那我就去做的時候 我就做的就是蠻好玩的 需要大概去五次 然後每一次去大概一個早上去做 然後去那裡 大概給我一個掃把 然後我就是一直燒... 然後我... 我每次燒完 我都看他 我會覺得我好像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他都看得很不爽 那我會覺得... 會不會是人的關係 OK 可能是我一直到現在都不知道 是 但你以為 到第四次 我做的... 我開始做完了 我看了那個院子的門口那裡 外面 有兩個小小的黑熊 蛤... 在走過來 然後兩個黑熊的... 加拿大黑熊 後面有黑熊的媽媽 Oh no 他就看了就... 哇塞 他一定要攻擊你 媽媽多高 媽媽就用赤子腳走路 但是呢 到後來看到我的就開始... 杜莉你可以幫我示範一下 為什麼我是黑熊耶 為什麼你今天... 我其實已經擋過你的馬 是誰要擋黑熊 馬好像差不多這麼高吧 你為什麼每一次提到的動物都是我 沒有耶 我跟你講 這麼高的應該還是寶寶喔 蛤 這樣 這樣子是寶寶 杜莉這樣才寶寶 應該還是小孩吧 那個母熊真的很大隻 有一些很大 有一些比較大 真的很大 加拿大黑熊大的是比... 跟杜莉差不多 對 黑熊沒有大 對... 這樣起來 差別因為他們是有毛了 你沒有啦 不是 今天到底是怎樣 這一個人身攻擊 大家... 人身攻擊 我們就是好好講故事 好好講... 但是你看到熊的那一刻 你該怎麼辦 我看... 第一個你一定會... 你一定會尿褲子 這個一定會的 就是你看到那個毛 你會怕到一個你無法想像 然後因為他開始看你 然後他開始那個... 頭往下 他開始... 他一直走過來 他要保護 那你就一邊尿一邊跑嘛 啊... 你不能跑嘛 跑 你不是要假... 你不是要假裝洗掉嗎 不能跑嗎 要假裝洗了嘛 要看啦 要看嗎 眼睛... 對啊 對啊 最好不要動 你們都很厲害 我那個手尿褲子而已啊 嗯哼 然後我就跑到房子裡面 然後他們熊真的 他跑到房子的外面 再待了大概二十分鐘 然後就... 慢慢就走了 你還跑啊 跑很危險耶 跑很危險 誰知道沒有 你不跑也很危險嗎 沒有來就不知道啊 跑得比他快啊 可是應該說你沒有遇到的時候 你當然有很多方法 可是在那當下那一秒鐘 而且你看那個熊 他看以後他慢慢 應該就這樣往前 你還是不跑 熊跑起來速度也很快 很快 所以你的... 對 所以就是你的... 你不要離家裡太遠 而且秋天有時候真的遇到熊 因為快要到冬天 他們差不多... 要密食 差不多冬眠了 吃東西 對... 他們會爬樹嗎 他們會爬樹 會爬 熊很會爬 會爬樹... 那一次做完了 我才賺了大概兩千塊台幣 一個早上 你看 好可怕喔 其實我覺得跟野生動物要工作 不能說是動物危險 因為我覺得你只要有足夠的知識 你就會知道 好 熊真的來了 對啦 沒有對熊有知識 你知道怎麼把牠趕走 或自己怎麼樣做是安全的 像我剛剛有提到 南非監渣很喜歡去... 顧那些野生的動物嘛 也不能說野生啦 就是已經被保護了在圍牆裡 那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的爸爸就是專門去... 保護動物的 他是... 因為像南非很多那種非法的獵人 對 所以牠們會用那種捕獵匣 其實動物被獵到你不去救牠 牠就是很痛苦的死在那 所以我之前朋友他爸爸 就是專門去救這些動物的 那我朋友放假呢 就會去跟他爸爸一起去... 算監裁這份工作 那其實最危險的 像有一次牠們遇到一隻犀牛 白犀牛就踩到那個捕獵匣 但是這個犀牛踩到捕獵匣牠一定就是很... 很慌嘛 牠就是很慌 然後那個犀牛又兩頓重 牠隨便撞你就是飛或者是斷 跟杜利一樣是不是 沒有 杜利的... 不好說就不好說 這我帶過 對那... 像牠們遇到犀牛要去救牠 我就說那怎麼辦 犀牛一定就是很慌啊 牠說其實牠爸爸知道 因為你要麻醉牠 但是這個狀態 你也不能用槍射牠 因為你射... 你可能附近有大象曾經被獵過 牠聽到槍聲就衝過來要殺人 對啊 或者是你沒有射到 然後其他的動物就是有警戒心 知道這裡有人類還是幹嘛的 所以牠們要很慢慢的靠近犀牛 然後犀牛你要用手麻醉牠 只有三個地方 一個就是關節 基本上就關節出來 牠的腋下 牠的耳朵 這種地方就是牠的皮沒有很厚 然後就是麻醉牠 所以你們會覺得 這個東西的過程很危險 其實你跟我朋友他爸爸在一起還好 他知道怎麼讓那個犀牛靜下來 但是最危險的是 牠們去捕獵家看犀牛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是最危險 反正在野生森林裡面是人類最危險 因為牠們呢 看到牠的發財金就卡在那裡 那又有人要救牠 這時候基本上都是槍戰會發生 真的喔 這個才是最恐怖的 這是合法的嗎 當然非法 那是非法獵人 那牠如果獵人真的打到牠 打到人了 所以一定要當死就對了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會看到 這是我的發財金 我不想要你拿 那我殺犀牛再殺你 就順便嘛 牠手上都有槍 所以最危險真的反而是人類 牠在澳洲我們有一個 尖才又危險 但是很會賺啊 三天工作就可以賺 六萬台幣 真的 三天六萬台幣 澳洲真的很多人去打工耶對不對 打工賺住宿 在澳洲許多人會搬到澳洲的西邊 通常人知道澳洲的布利斯本 或是雪梨 莫爾本 那是我們的東邊 但是西邊在那邊很會賺 因為在那邊很多 礦工 礦工 對 礦工業是澳洲最大的經濟 然後如果你在西邊那邊工作 你可以賺到很多錢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牠每個暑假會過去西邊 然後白天可能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然後晚上或是假日週末 會過去美框產工作 然後工作裡面動勢力啊 很可怕 因為牠會 牠要爬進去 牠會 牠要爬進去 然後對身體非常非常大壓力 然後可能要吸入很多墳場 非常非常不好的地方 但是很會賺啊 也是用身體在換啊 對 用身體在換啊 對 這個洞穴裡面 這種工作也很辛苦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巴西也有嘛 巴西也有啊 因為我們巴西很多石頭嘛 也是有這種礦的工作 對 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也危險 因為通常進入那個礦裡面工作的人 最後都會有職業病 會 然後肺啊什麼的 因為這些就可能就在見 對啊 那三天六萬塊錢 那是為什麼一個禮拜只能工作三天而已 三天 不能超過三天 OK 對 我們泰國這邊是比較沒有那麼多什麼動物啊 什麼 所以我們有一個健全是滿危險的就是 因為我們國家是算是正在進步國家 所以還有很多地方是有那種電線缸 然後電線缸還蠻多的 然後而且很亂 對 然後還需要人去保養它嘛 那如果會發生一些意外 像下大雨啊 或是 喔 會電到耶 對 下大雨倒下來 或是有什麼動物卡在上面 鳥啊 貓咪啊 然後要有人去保養嘛 去撿嘛 那這個工作算是蠻缺的 所以會有PT缺 那很多人去做 像我的朋友他的叔叔他就是去做這個東西 然後他沒有訓練好啊或是幹嘛 然後上去爬上去三層樓這麼高 然後就是沒有照那個順序做 就倒 就是甩下來了 喔 啊結果咧 就是躺著一月一個月吧 對 聽說 生命沒事這樣 對 然後就是也會有一些新聞說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照那個順序去做 或是裝備沒有準備好是幹嘛的 上去然後Beat Dance之類的 也有出新聞這樣 那個是需要一些專業技術的 要啦 有 不是開玩笑 這個好像也要有一點專業技術才能做 我有在馬來西亞呢 有很多不同規模的那些夜間場所嘛 那當然就有夜店 然後我的朋友他們就在夜店裡面當舞蹈員 可是他們的工作 不像大家想像的那麼光鮮亮麗 因為他們工作的時候大概是晚上11點 然後到凌晨的3點 然後他們白天還有工作 所以可能睡個4個小時5個小時 又要再起來工作了 然後他們在這個場所工作其實 會一直被騷擾 就譬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他那天真的氣炸了 因為接二連三都有人這樣子 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們休息可能10分鐘嘛 他就走下來 然後他前面的胸部是路很多的 所以他一個手握在前面 另外一個手握在後面 然後他走過的時候 有一個外國人 他的手就... 他的手去摸他的妹妹 因為你遮不了嘛 杜莉 沒有 那個時候我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是在走路啊 然後就這樣子手都是摔 杜莉 杜莉 你幹嘛自己... 我只是說你水杯要不要放進去 對了 你看你自己認了吧 好了吧 對 然後後來他又覺得 然後因為那些通常 那些都不是馬來西亞當地人 他有一些是在那裡的消費者 又或者是外國的遊客 他們就以為 這些舞者他們有提供特別的服務 然後他從這個地方走回 他的休息室的時候會經過包廂 然後突然間走過的時候 有人一開門看到他 就直接把他抓進去包廂 好危險喔 然後後來還是那個... 我們叫... 保安 對 保安 就衝進那個包廂 把那個女生抓出來 就說他是舞者 他不是大家想像的那個行業的 然後已經弄到凌晨三點多了 然後他就開車回家嘛 開車回家 然後在路上也會有零檢 然後零檢的時候不是會搖下車窗 是 然後他看到我朋友大農莊 然後你又是那個醃酒味 然後他每次回家的時候 都會經過那個很主要的高速公路 然後每一次都有警察 然後每一次都要找他麻煩 然後這樣子 雖然他沒有喝酒 他沒有酒駕 但是這樣子一直刁難他 一碗折騰也夠了 對 所以他真的覺得 然後你又休息三四個小時 你又要再上班 所以真的還滿不好算的 真的 接下來要聊的才是你想聽的 今天的重點終於來了嗎 重點來了 小孩趕快去睡覺 金鐘評審也不要看 請小孩子喔 真的不能聽的故事 就是你想聽的故事 大概是 各國特別的兼差 讓人家害羞的兼差有嗎 整夢都可以聊兩集 這怎麼好意思呢 我可以聊到三集 你可以聊一集吧 兼職小三 蛤 這怎麼兼職 你的職為什麼寫得這麼煩你 我跟你講 就是一點點 想台灣的有點被保養 一點點想 但是這個東西就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現在很多 JK就是那個高中生啊 還有就是一半的OL 小班之後就是想要賺一點點錢 是 他們都不壞 他們不是壞人 對 只是想賺一點點零用錢 是 然後呢 主要的是就是 通常就是他一個網路 或許就是自己就是私底下聊 那比如說他就是一個禮拜一天吃飯 那如果是關街 那就是陪你聊天 然後以下的事情就再說 我一個朋友 這個是真的故事 他找到一個網站 但是他一個月大概要 10萬塊日幣 那他付不起 因為他的薪水25萬日幣 然後還有那個養家人嘛 所以他找了另外兩個朋友 團購 這個還可以團購 怎麼團 就是說 變成他的時間就是 他買的時間比較多 那通常是一個人有10萬塊日幣對不對 但是是三個人一起賣的話有可能是 可以分享就對了 然後20萬然後就是可以分享 就是這部電影前面一個小時是我看 對對對 後面一個小時換他去跟他看 對 沒錯 沒錯 可是孟多哥 所以三個人團購是同一個女生嗎 那沒錯啊 對啊 然後到重點的時候要怎麼分 蛤 重點就是 就很簡單啊 一個人禮拜一三 一拜二二四啊 然後五六這樣 這聊到這有點活氣你知道嗎 你們聊 你們聊 抱小禎 我來幫小禎姐息怒一下 這你可能會喜歡 南非我們其實脫衣舞廳 就是合法很久了 所以我們猛男這個東西已經就是很old school 已經沒有人那麼喜歡了 現在呢有一個人真的很聰明 他就創了一間公司 那基本上這間公司你就可以找 會計師啊 水電工啊 那你想得到那種需要來你家 律師啊那一類的 真的有技術的來你家 是什麼樣的技術 什麼技術他們應該都有 各行各業就對了 各行各業都有 對 他真的可以來幫你清水管啊那一些 就不是假裝的是真的有專業的那一種 就真的有專業 對啊 水管清得很好 水管是真的需要通 真的對啊 很會通 他很會通 對 很厲害 而且 怎樣 不然水管塞住是得了 剛把我們從頭到尾罵了一頓 說都是我們這幾個 金鐘評審不親來 你剛剛自己露餡了吧 金鐘評審家的水管也要清吧 是啊 對啊 水管很重要 對啊 馬桶塞住不方便的 是的 反正這些人來你家的重點就是 裸體 蛤 他們是裸體 天氣這麼熱啊 對啊 南非天氣真的很好啊 對啊 就辛苦嘛 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你真的可以上一個網站 挑照片 挑身材 找一個技術人員來你家 所以他是真的 真的 真做事 然後全裸體這樣子 就真做事 真的 像我之前有個朋友 真裸體 假做事 可是他們其實是有限制 就是純粹 entertainment OK 不能沒有性服務 可是這個看人啦 因為說真的很多女人手腕真的很厲害 你知道你可能去清水管 結果後來不知道搞了什麼 被清了 對啊 被清了 對 水管被清了 你剛剛說我 在那邊罵你們 然後我現在 然後你就要接著這句什麼 有時候會有一些真情流 真情流 講真假 這個工作有一點點風險在 像我之前有個朋友 她對身材很有自信 接了她的第一分工作 然後是一個女人嘛 比較成熟的女人 她到了 這個女人穿著那種 全透明的蕾絲裝 然後用那種閃亮亮的胸貼 來把自己貼住 然後就這樣 Oh baby 有預備的 而且那個這個 已經要稱阿嬤了 我說那個已經六七十歲 穿著紫色的蕾絲的裙子 然後胸部貼那個亮的水晶 穿薄紗的阿嬤 她本來水管一個小時 她清了25分鐘就測了 馬上就嚇跑 對 不過在馬來西亞呢 我們有很多不同規模的 就是夜間場所 那我們有一個地方呢 是很多老伯伯 他們想要裝闊跟找娛樂的地方 那個地方我們叫做 吊花場 那這個吊花場呢 它就是一個 譬如說它就是一個酒吧 然後它是沒有入門費的 你就進去 然後你有自己的桌子 要包箱也有包箱 然後你可以消費 然後在台上呢 就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就會在台上唱歌 喔 這很值得 對 但是他唱歌 可能唱得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他們就可以 就是台上跟台下 你會有互動嘛 然後那個 如果你很開心的話 那個客人他就可以買一個花圈 然後買了一個花圈 它有時是可能五千塊 一萬塊 一萬五兩萬 就看你送什麼花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他唱得我很開心的話 我就會買那個花圈 然後就會掛在他身上 是 對 掛在他身上 有時一個晚上掛下來 其實真的還不少錢 那這個花圈 可能是 它就是那個餐廳跟那個歌手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分成 但是如果那個客人真的覺得 他真的很喜歡你的話 他就會約你出去 那如果出去另外的服務 就不關餐廳的事了 是 對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他曾經帶外國的客戶 來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那個時候外國的客戶 他說他想去這樣子的地方 然後他就帶他去 然後那個女生 在台上的女生 他就這樣子一直掛... 他上面的那些 就是如果你用那個顏色來算的話 可能會有台幣 接近百萬左右 認真 對 因為其實你可能掛一條 兩萬 三萬 五萬 然後有些可能八千 就是一直這樣掛 然後他又休息 休息之後他又再上來 一個晚上三四個set 所以他... 他那個時候 我覺得這些蠻好賺的 對 現在我有很多朋友 之前是在新加坡 也做的這種工作 我賺得蠻多 那像我之前 因為我是歌手嘛 那我之前在澳門唱的時候 你也在跳嗎 那雖然他們沒有給我哪種 你的花圈是 菊花跟賢藍 他們是這樣子嗎 菊花圈 你確定他們是丟花圈 還是丟垃圾上來 沒有 我是很認真的唱歌 但是... 唱歌 我是唱歌的嘛 對 但是你很會唱歌 對 你唱歌 他人家給你花圈嘛 對啊 但是澳門沒有給花圈啊 但是他們又給了另外一些東西 譬如說我跟他們出去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 沒有 沒有 丟煙地 幹嘛 什麼 丟煙地好不好 我是真正地陪他們 例如說陪他們去酒吧 或是幹嘛的 這樣子玩 然後我一個晚上 有一次我賺到一萬二 杜立 你是在說 你在澳門伴遊的故事嗎 我是 認真的分享故事 聽那麼多 所以說賺錢有數 生命要顧 對啊 對不對 打工兼差固然OK 可是呢 自己本身的安全 也是要注意啦 請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跟基強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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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裸體服務 在馬來西亞我也聽到一個是滿害羞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我是聽他說這個故事發生在馬來西亞 他是一個男生模特兒 然後他也是類似 就是上到你的家 然後也是裸體 然後那個是打掃 然後他就幫他擦窗啦 然後去到的時候 也是一個富人 大概差不多50歲左右 然後他就只有他自己 然後兒子都不在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 然後也不知道到底是誰服務誰 然後那個老夫人他有一點點 他自己的精神 我覺得有一點奇怪的喜好 然後後來他就跟這個男生 就開始親密的時候呢 他就把一個襪子 塞進男生的後面 蛤 襪子塞進男生的後面 襪子要怎麼塞進去的啦 你想想一下 可能那個襪子是手放在 就是你手放在襪子裡面 像手套這樣 對 像手套這樣 然後他就把它塞進他的 後面 是 怎樣塞得進去啊 我也不知道 然後後來這個老夫人呢 他就開始 反而是他用手去服務這個 這個男模特兒 然後他用手幫他服務的時候 就在他差不多要結束的時候呢 他就把那個襪子抽出來 蛤 他把那個襪子抽出來之後 然後那個男生他突然間就濕進 然後他的屁股後面就全部就是 然後我覺得那個很可憐 那個我聽我朋友說 那一次那個男模他的服務費是一千塊 好帥喔 一千塊多 美金嗎 一千塊台幣 好可憐喔 好可憐 我真的覺得那個好可憐 然後也不知道到底是誰服務誰 然後我覺得我朋友有點被騙了 他本來覺得那個意思是 去裸體打掃 然後就結束就沒有了 然後他不能反抗嗎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反抗 但是可能他也覺得 可能他也覺得他有 給他特別的服務 可能有加碼再加錢吧 然後結果他就沒有 就一千塊就 這應該心靈也受傷了吧 真的 好難過 在澳洲 通常人不會去看就是唱歌 但是我們有很多脫衣服的酒吧 澳洲有喔 有啊 如果你有去過雪梨 可能有看到很多地方 叫Gentlemen's Club 其實那是脫衣服的酒吧 對 然後很多女生會過去那邊 凱琳那你講話這樣 多久啦 你看小姐姐 什麼啦 小姐姐 有很多脫衣服的酒吧 OK 想讓你們聽清楚啦 是啊 Gentlemen's Club 要記得 小郎哥要帶我回去改天 雖然裡面是真的拖到全路嗎 對啊 他們全部會拖 但是他們必須要跳舞 然後會有很多比賽 就是可能脫衣服比賽 然後最有名得獎的 脫衣服比賽的女生會有更多錢 但是不好的趣就是 他們沒有低薪 他們要靠小費賺錢 純小費 但是很好的好趣是 不要爆水啊 因為澳洲的稅很高 對啊 那就是紅包就對了 對 都是紅包 那就不是這角色 那跟獨立一樣 對 像獨立 那那個拖完 譬如說我看 譬如說我看 獨立 跳得很好 拖得很好 獨立跳得很好 我可以帶他出場嗎 不能 怎麼會花這種冤枉錢 帶獨立呢 你帶陳德烈都好啊 對啦 也是 對啊 但澳洲的這個是不行 Gentlemen's Club 只是在Gentlemen's Club 就是可能跟那些女生喝酒 跳舞而已 不能帶他們回家 泰國好像也有很多這樣子的餐廳 泰國可以講兩集 一定啦 就是泰國很多地方都還沒有合法 像一些法律就是還不能讓你開這種店 對 因為這樣會影響到國家的民意 所以我們泰國是目前在流行一個 就是在網路上的一些APP 專門給女生去做一些特別的直播 哦 就是 他們會有一個方案就是你有那個群組 就是secret一點的群組 你要附險才能進去 在那個 對 有那個member才能進去看那個 他們裡面的直播 可以選女生可以挑身材這樣子 然後 就是 這個是我有朋友的朋友他做 然後再來分享 我就聽就覺得 因為他是做裡面就是可能一天一兩個小時 然後看你要拖多少 你要跟member互動 你就跟他講 你想要我拖嗎 還是說 就是會有一點互動 然後 指令式的那種 對 指令式 就是 還有一些就是你可以賣那種 bra 就是拍賣 原味內衣貴褲 對 所以這個總共下來其實是很賺的 我朋友跟我講 就是說可能一個禮拜 這可能就有十幾萬 一個禮拜耶 一個禮拜 你是說十幾萬是 還要跟網站拆嘛對不對 沒有 對 他是有 網站其實有抽到 就是那些已經 已經那個register那個member 這已經有抽錢的一部分 但是你另外有拍賣的 或是你跟客人另外的也有 他賣了很多產品的感覺 對啊 這個行業是蠻賺的 因為全世界都有這種東西 我相信 台灣沒有這種建材吧 但是在台灣可以看 台灣有吧 台灣有嗎 之前不是有抱一個女生 月薪一千萬還是年薪一千萬嗎 直播買房子 有可能是 因為 台灣有 小屁等一下會有網址給你 好 謝謝小屁 謝謝 因為我在美國也有很多這種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就是 現在有很多選想要當AV女優 但是不像之前如果你要 你要當AV女優 就是要買袋子 這種不用了 現在因為世界都很進步了 像Mono現在也沒有在拍 你就可以自己在網路上 兩隻講故事 開自己的一個頻道嘛 那就是 就是等於你跟這個網站一起合作嘛 那就是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做這種工作 他就是在那個網站裡面 他就是要看那一些 他們說他們是模特兒 那你辦你的會員之後 他要看他的護照 就看一下你年紀是對的什麼的 然後那個會員進去的時候 他們就跟你說 小姐 我希望你可以稍微擺這個姿勢 小姐就擺了 我得到了一些小費 沒關係 你不用吃 拿雙子的姿勢 你的腿要不要稍微伸出來 然後這樣 那你要不要摸頭 可不可以用口述的就好 然後這樣就好 那就是他做的約多 如果對方這樣 我就把網路線剪掉 那他就說 那衣服要不要稍微操開 然後頭髮撩一下 杜力 頭髮撩一下 撩頭髮 撩頭髮 撩鬍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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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鬍 好會喔 好會 就是你做的動作 你看了多少遍這種 對啊 你怎麼這樣可以 他不會杜力上面有一個 你自己的專屬軟道吧 有啊 我待會兒給你好不好 不用 沒有 怎麼可能有 但是我跟你說 有一些男生真的為了看這些東西 願意花很多錢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現在也算是我朋友嘛 但是他專的滿多 但是他很愛看A片 但是他已經看A片看得太膩了 現在你可以看那個A 那個就是等於你在看那個的時候 你可以叫那個東西 做你想要的那一種東西 比較 比較興奮一點 有互動啦 比較性感 他一個晚上花了5萬塊台幣 5萬塊喔 5萬塊台幣 所以他是叫他一個動作要算錢嗎 還是說他做什麼 你叫他做什麼動作 那你可能要送他一點點錢 一點點 對啊 就是再做一點 再加 再加碼 這可以做很多 一個晚上花了5萬塊台幣 會不會 而且你越花你會越... 越興奮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 那你花了多少 我沒有花 我沒有花 不錯 講得好像... 就是巴西有的城市比較大 有的城市比較小嘛對不對 那小的城市就是有很多女生跟男生 他們的夢想就是想要到 搭的城市 因為他們覺得那邊 他們發展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有很多的女生 他們會想要去那邊 可能就是年大學嘛對不對 但是小的城市跟大的城市的 這個費用差非常的多 所以那發現什麼事情呢 他們就先去嘛對不對 那他們白天就開始念書 那念書的時候 他們晚上會開始打工 可能就是去餐廳啊什麼 洗盆子什麼的無所謂 但是他們會發現 他們賺的錢不夠 所以會發現什麼事情 他們會開始就是用他們身體 來賺錢嘛 他們會開始就是賣身體 但是我跟你講 那些女生 你明明是說不出來 他們是在做這個行業 因為所有的這些女生太漂亮了 真的太漂亮了 而且他們會賺的錢是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很誇張 我有很多朋友 我就是明明就是我跟他們很好 我不知道他們是在做這個 後來有朋友跟我說 你知道這個女生是做什麼的嗎 然後我就會開始發現 我身邊的朋友 超多的都是在做這個 物語的一句 對 非常非常多 周邊朋友很多 講了你也不會相信 是不是 你會覺得發現 他怎麼最近這麼常出國 或是怎麼最近有這麼多 就說有人找我去走秀啊 對啊 或是說很少在工作場看到他 但是他又很 又很有錢 都有名牌好不好 沒有 不只這個 不幸的話我們請 請德烈提供幾個名單 不好說 對啊 我現在美國朋友也 我覺得之前也有很多朋友 在做這種工作 那有一個晚上 因為比較年輕的時候 我也是滿喜歡去那一種 就看那一些脫衣服的那一種酒吧 那有一天我就是念大學的時候 我跑進去的一個 我跟我弟弟跟兩個另外一個朋友 不要再拖別人下水 你怎麼樣 你跑進去然後呢 沒有 我就是我跟我 我們這些人就進去了 買 然後坐下來開始喝什麼 可樂什麼的 突然間我看到 我一個同學在台上 因為他們都會講名字 他們都會講名字嘛 但是他們用的名字可能是不一樣 就是說 一定要不一樣啊 stripper's name 一定像小禎 我不知道 如果你有一個stripper name 你會叫什麼 Candy Candy 就是類似這一種 Candy MISS CHOCOLATE MAMA之類的 就是有一些stripper name Chocolate MAMA 是很可口耶 有 真的有 那他們可能就是給一些小費 然後另外跟他們聊天什麼的 那有時候 他們會偷偷的給那一些客人 他們的電話 然後就說 之後你跟我聯絡 因為他們都很漂亮 身材很好嘛 他們這樣子就可以找 很容易找到 他們自己的一個Sugar Daddy 對 Sugar Daddy有Sugar Mom Sugar Daddy 這種很多人在做這種工作 那我覺得非常好玩 但是最近去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 他長得很像學生 但是他越靠近我的時候 開始給他小費什麼 我發現他生了自己有很多小孩 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看他 這邊都是多富的啊 就是有那條線 就是 對 不要太清楚啊 底忠五一個是你的 蛤 沒有 喂 喂 喂 沒有 我覺得那個stripper name 真的要取得非常好 你說Mercedes啊 或是如果說這個 Let's welcome King Crab 這種 KING Crab 大龐鞋 對 它這種的 是 它取得很好 那你的stripper name是什麼 我 my stripper name 如果我有一個stripper name 我一定是講那個 想一下 Oreo 沒有 不是 Oreo